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老陈分享的故事,这期继续分享小和26篇,周强因为没有上前辱骂或者有要动手的动作,所以被批评教育了一顿就放回家了。 回到家里,他坐在那寻思了好一会儿,忍不住给王勇打了个电话,把今天的事给说了。 王勇睡得迷迷糊糊中听到赖华光被拘留,而何树没事走了,诧异的瞌睡都没了。 你是没看到何树今天,差点把赖华光给气死,还踹了赖华光一脚。 他踹人的没事,赖华光反而给抓起来了,还有那两个骂他的一起。 周强有些后怕,还好我今天没上前啊,要不然我也进去了。 王勇听完也庆幸今天赖华光叫他,他没去,我说什么来着,何树不是以前的何树了。 你说得对,我看赖华光也没什么本事,反而何树现在有点让人看不懂气。 两人聊了几句,周强突然说道,王勇,你说咱俩要不要找何树道个? 歉! 王勇沉默了,其实他早就意识到当年自己这些人对何树做的事有多过分。 了,当他踏入社会,为了那一天几十块的工资,低声下气的时候。 当他去当服务员,被店里那些老服务员欺负,只能忍气吞声的时候。 王勇就觉得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都像是那些欺负他的人一样。 尤其是那年高考之后,他在烧烤摊打工,烟熏火燎,忙得脚步粘地时。 看到电视上正播放着的本地新闻里,何树一脸平静地接过是领导颁发的奖金,就像个英雄。 那种羞愧感,至今想起,依旧刻骨铭心,行,我试着联系一下何树,你等我电话吧。 王勇答应了,但他不知道何树会不会接受他们的道歉。 因为在王勇看来,他们跟何树早已不在是一个世界的人。 如果自己是何树,应该也不会想要再见到像他们这样,会让他想起那些不好的回忆的人。 王勇跟周强通完电话后,就一直睁着眼睛到天亮。 天亮之后,他给李源源打了个电话要来了夏苗的号码,然后又联系到了夏苗。 何树昨夜睡得很晚,早上夏苗的电话打过来,他还没起床。 夏苗还不知道赖华光进看守所了,王勇突然给他打电话,他还挺意外的,差点没想起来这个人是谁。 虽然王勇在电话里说得挺诚恳的,但夏苗不会替何树做决定,所以他只答应帮忙问问何树。 何树听到王勇跟周强想跟他见一面,跟他道歉的时候,也是有些意外。 记起昨晚看到周强,的确是态度改变了不少。 思索了片刻,何树跟夏苗要了王勇的电话打了过去。 当看到陌生来电的时候,王勇大概就猜到会是何树,电话一接通,他反而有些说不出口了。 我听夏苗说,你有事情找我。 嗯,道歉原来也需要勇气,王勇深呼吸了几口,何树,我找你,是想诚心地为以前的事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何树沉默了,其实,这一句对不起,他等了许多年。 但真的听到对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时,何树又突然觉得,他好像没那么在乎这句对不起。 要是有时间,我跟周强想请你吃顿饭,好好给你赔罪。 听到何树不说话了,王勇继续说道,何树,我知道现在跟你说对不起挺可笑的,不瞒你说。 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认识到自己的错。 等我不上学了,出来打工之后,我没做错任何事,却被别人欺负,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你的感受。 何树,不管你原不原谅我,我都想当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何树能听出来王勇的诚意,但道歉有什么用呢? 尤其是多年后的道歉,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听到王勇这么说,何树内心,多少还是有些释然。 吃饭就不必了,你的道歉,我接受。 过去的事就过去吧,不必太放在心里。 何树说完,电话那头传来了滴滴的啜气声。 没什么事情,我先挂了。 挂掉电话,何树穿起衣服,叠好了被子。 并没有因为王勇的这句迟来的道歉影响什么心情,如果他真的悔悟了多年,那这些年对他来说,已经是惩罚了。 其实,时间真的会淡去很多东西,曾经以为天大的事,过不下去的事。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看,也不过如此。 出了房间,干爸正在厨房熬稀饭,何树转了一圈,没发现小董哥。 干爸,小董哥回店里了吗? 嗯,他说先过去把门口的血扫了。 那一会儿我也跟你去帮忙。 赵齐水呵呵笑道,今天不回大东吗? 回,我跟夏苗坐下午的飞机,我看了,有票。 关掉了燃气,赵齐水走到客厅,下午就走了,好好在家里歇歇吧。 那边叫你小董哥自己就干了,反正这种天气没什么活。 赵齐水坐到沙发上点了一根烟,又快过年了,今年是在你外公家里过吧。 何树也走过去,坐到了干爸旁边,干爸,我外公跟舅妈都让你今年过去过年呢。 我就不去了吧,多不好意思,赵齐水笑道,我去了不自在。 何树也笑,其实,我也觉得,在咱们家过年自在。 听到何树这么说,赵齐水心里是真舒坦,但他知道,那边才是何树的正经亲戚,他不能总是不让孩子在那边过年。 没事,要不然等你过完年,想回来就回来晚几天。 何树听干爸这意思,是真不想去大豆过年,他也就没再勉强。 稀饭量得差不多了,父子俩收拾了茶几,就在茶几上吃着早饭。 因为何树下午走,问了他上午也没事,赵齐水就不打算去店里了。 爷俩打开电视,一边听着早饭新闻,一边吃着稀饭咸鸭蛋,偶尔聊几句,气氛很是温馨。 近期,南战市前教育局副局长鄂关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南战市交通局副局长巴勒战,蒙茂交通管理局运输部主任蒋丹,蒙茂旧城改造管委会。 我们一定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法制建设。 电视上新闻中出现的南战,蒙茂两个词让何树抬起了头,上面正在报道南战违法乱纪和贪污落马官员的名单。 何树知道,周叔叔说的行动,在南战已经开始了。 蒙茂地区深山内,齐雪跟他的两个小队队员,已经被困在这里三天。 他们追着马刀的痕迹进入群山环绕的这处深山内,却发现这里地形极其复杂,内部组成独特,导致卫星和电磁波信号全部受到干扰。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无法依赖科技来保证安全。 加上对周边环境不熟悉,所以他们迷路了。 这片深山老林属于禁区,就连生活在外面的那些山民都从来不会进入。 可马刀进来了,他也是被骑雪给追得走投无路了。 不过在进入这片禁区后,马刀很快就没了踪影。 骑队,现在怎么办? GPS信号时有时无,骑雪他们身上携带的补给倒是足够,但这里隐藏的危险太多了。 马峰,你带着联络设备往外退,找到信号,确定位置后请求支援,要求立即封锁附近边境线,绝不能让他逃到万塔去。 熊猫,你跟我继续往里找。 骑雪将物资分成了三份,三人每人一份,然后重新整理了装备,分头出发。 他们有物资,马刀单身一个人进来,就算这片野林的覆盖面积再大,骑雪也不信这回还能让他跑了。 唯一怕的,就是他跑去了万塔,那就没有办法抓捕了。 马刀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无论是从已经落马的那几个官员口供中,还是陈和留下的信息中,都透露出他的作用。 这个人相当于将各方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只要抓住他,就算是彻底捋清了整张大网。 厚厚的枯叶,经过几百上千年的腐烂,在一些通风不好的地方,形成了对人体有害的瘴气。 骑雪跟代号熊猫的队员,戴着简易防护面罩,小心翼翼地搜寻四周人为留下的痕迹。 周围都是参天古墓,仿佛无边无际,稍有不注意,就会在原地转圈。 即便爬上树顶,入眼也全是层层叠叠的山峰。 这就是为何南战山区成为了许多不法分子的藏匿之地,这里实在太容易藏人了。 往深山一躲,往野林子一钻,除非是自己受不了跑出来,否则能抓到的可能几乎为零。 就这样搜寻了一整天,骑雪也不知道马峰有没有找到信号。 它跟熊猫没有分开行动,因为一旦分开,可能两人都会各自迷失在这片丛林里。 夜里,两人做好防护,爬上一棵树的树顶,没有生火,简单吃了点干粮。 透过厚厚的树冠缝隙,看着满天星辰,此时在这里,也只有通过最原始的办法来辨别方向。 我们天亮后,往西南方找。 熊猫轻生硬了,靠在粗壮的树干上,缓慢地嚼着没什么味道的压缩干粮。 骑队,你先睡会吧,我守着。 这片林子里,不知有多少种野生动物,即便是在树上,两人也要始终保持警惕。 骑雪没矫情,将自己绑在树上,找了个相对舒服点的姿势,闭上了眼睛。 后半夜,骑雪被熊猫推行,它睁开眼睛,没有出声,适应了一下黑暗后,慢慢坐直。 熊猫示意它看向远处。 骑队,我刚刚看到那边好像有光亮闪了一下。 虽然熊猫并不能确定是不是有人藏在那里,但它跟骑雪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骑雪拿出夜视镜,眼前的一切顿时较之前清晰了一些。 从树上滑下去,两人直奔刚刚在树顶看到光亮的那个地方,天亮后,林间因为树木多,遮挡的关系,光线还是有些暗。 骑雪跟熊猫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发现马刀的踪迹。 但昨天的光亮一定是马刀弄出来的,这说明,它们离对方不远了。 马刀就是这座大山里土生土长的,它对这里的熟悉程度,让骑雪不敢掉以轻心。 骑队,熊猫从一棵树下,找到了一截已经被雾水打湿的烟头。 它跑不远,骑雪抬头,大致辨别了一下方向,它应该是往边境走,咱们朝这个方向追。 马刀此时一身的草叶子,它的脸跟露在外面的皮肤,都抹上了墨绿色的植物枝叶。 这种枝叶的用途很多,可以防多种毒虫纹蚁的叮咬,伪装反而是最其次的了。 马刀知道,有警察在追它,它虽然对这里比较熟悉,但也不能久待。 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它先逃到万塔,国内的警方就拿它没辙了。 要么它想办法把对方先引出来,直接干掉他们。 想要在这种地方,坑死几个人,对于熟悉地形的马刀来说,也不算什么难事。 这里的天然地形,有很多都能杀人于无形之中。 现在它,唯一不能确定的就是,对方有多少人。 马刀又点燃一支烟,去万塔有利有弊,自己想要在万塔混下去,只能投靠蒋正。 但蒋正那个人,心狠手辣,疑心重,马刀又怕他不信任自己,那就成了送上门找死了。 思来想去,马刀决定拼一把,如果逃出去,他就让那个人想办法送他去国外躲几年。 寻了一些带尖角软刺的叶子,塞进嘴里,马刀朝着浓密树关厚的那座山峰走去。 很快,齐雪跟熊猫也走到了这个地方,再次发现了一个烟头。 熊猫捡起来,上面还有些干燥,应该是刚扔过不久。 附近枯叶上,有踩踏过的痕迹,这一次,痕迹很明显。 齐雪怕这是马刀故意留下的破绽,但人就在眼前,不追上去又实在不甘心。 齐队,有信号了,但比较弱。 试试看能不能联系到马峰。 熊猫在定位器上摆弄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马峰的信号连接。 联系不上。 齐雪在附近查看了一圈,你试着每隔五分钟向队里发送位置信号,咱们继续往前走。 两人缓缓前行,天色再一次按下来之后,脚下的路也逐渐硬了起来,呈现一个向上的坡度。 来到一座巨大的山峰脚下了,但天马上就黑了。 山上怪石临寻,古木野草遍布,并不比林子里容易行走。 齐雪摘下帽子,齐而短发散落下来,已经被汗水浸湿,一缕一缕地结在。 一起。 稍微补充了一下体力后,两人又向上爬了一段距离,已经完全天黑了。 脚下的枯叶杂草越来越少,坡度也越来越陡峭。 但视线却宽阔了不少,齐雪从身后的装备包中取出一只小小的热成象仪。 扫描了附近千米内,只发现了一些小型动物。 在这里休息,天亮在坠。 熊猫掏出水跟营养棒补充了一下体力。 看着齐雪在那里找信号,小声笑了一下,齐对,你现在也太谨慎了。 咱们这一休息,那小子不得跑更远。 齐雪没吱声,换作十年前他才不会管那么多。 曾经有个人被他追了好几天,那真是连觉都不敢睡,最后实在受不了自己投降了。 齐雪以前有个外号,叫虎妞,尤其是他刚进队的时候,年轻,冲动,为了完成任务,根本不把自己当人看。 现在不是因为他年纪大稳重了,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的牺牲,失去过太多的队友。 这个队的队员,是死亡率最高的,更新换代最快的,曾经跟齐雪一起入队的那些队员,一个都不在了。 现在他成了队长,熊猫新入队还不满三年,马峰也不过四年多,都是新兵。 齐雪的小心,是因为不想让他们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 不急,早晚会抓到的。 这里地形太危险了,虽然视线开阔了,但我们也同样暴露在外面,还是小心点。 熊猫点点头,吃完了东西,带上了单目夜视镜,又拿出了热成仪检查四周。 联系上了。 山坡上的信号果然比密林中要强上许多,齐雪终于联系上了马峰。 他将位置发给马峰,让马峰申请支援过来,派军用直升机从空中锁定准备抓捕马刀。 因为重重迹象表明,马刀就在这座山上,搜寻范围大大减小。 他如果从侧面逃离,在直升机上就可以马上锁定。 离其雪跟熊猫很远的山坡上,马刀正一口一口往下咽着生野菜,虽然难吃,但能吃饱。 吃完之后,他趁着夜色开始布置,忙碌了几个小时,累得瘫在地上。 明天,就是最后一波了,马刀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一包烟,一把手枪,一把刀,还有一堆无用的纸币。 他没有任何食物跟水,也一样可以在这里活下去。 不过此时仰望着星空,马刀竟然觉得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孤独过。 小时候日子很苦,比他刚刚吞的野菜还苦,那时候也很累,每天有干不完的活。 但他从来没有生出过这样想法,就好像感觉没有了希望。 也不对,他好像一直都很迷茫,以前小时候至少还有个吃饱穿暖的愿望。 等到他实现了之后,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但又没什么想要的了。 有时候,他很羡慕像陈河那样的傻瓜,虽然他的愿望很傻,但他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半夜,也不知几点,马刀被一阵轰鸣声惊醒。 他看到天空中飞来两颗星星,越来越明亮,紧接着,两束强光打在了山坡上四处游动。 马刀猛然朝一旁树下滚去,是直升机,他不敢再进行什么伏击的计划,飞快地往树木茂盛的地方窜去。 两道强光在山上扫来扫去搜寻马刀的下落,骑雪跟熊猫也迅速朝上方爬去。 熊猫发现了有人活动的迹象,刚要过去,脚下一半,只听头顶一阵响动。 小心!只见两块头大的山石滚落了下来,熊猫猛地往旁边一扑,结果扑到的地方是条半人宽的裂缝。 因为天黑,上面扑了杂草,他并没有看到,整个人都掉了下去。 骑雪急忙跑过去,还不等他查看熊猫有没有事,从林子里响起一声枪响,骑雪也一头摔进了裂缝中。 赵岐水将和树送到机场,夏苗已经等在这儿了。 夏苗身边,夏爸爸和夏妈妈都在,几个人互相打了招呼。 夏爸爸跟赵岐水聊了起来,夏妈妈又朝和树点点头。 和树看看夏苗,夏苗很可爱地伸出舌头,像只小狗一样。 阿姨!和树走到夏妈妈跟前,有些拘束地喊了一声。 嗯,天冷了,就穿这么少啊,夏苗妈妈突然地关心,让和树有些不太适应,我不怕冷,阿姨。 嗯,你们两个在外面上学,要好好照顾自己,也得互相照顾,我们夏苗还是小孩子心思,平时和树你多费费心。 好,阿姨你放心,我一定把夏苗照顾好。 夏苗妈妈点点头,下次回来,让苗苗带你来家里玩。 夏苗笑得甜甜的,挽上了妈妈的手臂。 说了一会儿话,就要上机了,和树帮夏苗拿着小箱子,跟干爸还有夏苗的爸妈道别。 进了后机室,夏苗立马又挽上了和树的手臂。 你妈妈怎么? 夏苗笑嘻嘻地看了他一眼,我妈妈怎么了呀? 没什么,和树也笑了,夏苗的爸爸妈妈看样子,都同意他们谈恋爱了。 原本想象中,可能还需要努力,做出点什么来证明自己以后可以照顾好夏苗。 但没想到,夏苗的家里人竟然这么快就接受了自己,这让和树感觉自己很幸运。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还有夏苗爸爸的功劳。 平日里,没少给夏苗妈妈做思想工作。 并不是他就愿意让女孩还在念书的时候就谈恋爱。 但现在的孩子懂事很早,而且夏苗也不算是小孩子了。 既然怎么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还不如找一个知根知底的。 夏苗爸爸给老婆分析了一下,和树虽然无父无母, 但是这个孩子在那样的情况下就能努力考上好学校。 这足以说明和树比其他孩子更加有毅力。 这样的孩子只要人品不差,以后的成就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夏苗妈妈也知道夏苗去了外地上学,自己就算是想管也管不了了。 夏苗也跟妈妈说了一点和树过去的事,女人都是感性的。 夏苗妈妈听完之后,心里也是很可怜和树。 见她们父女俩都觉得和树挺好的。 她自己想了想,确实那孩子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所以今天,看到和树后,夏苗妈妈的态度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还主动邀请和树下次去家里。 只有多接触,才能知道到底人怎么样。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夏苗妈妈看和树是个学习的料子, 以后好赖有个好文凭在这里,是个潜力股。 要不然,她也不会这么快答应。 很快,飞机就起飞了,和树的手机也关上了。 与此同时,另一架军用飞机也正朝大多方向飞去。 三个小时后,和树跟夏苗下了飞机, 两人取了行李,刚打开手机, 就收到了一连串的未接来电提示。 和树低头看了下,全部是大舅跟周震生的电话。 她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急忙随便回拨了一个回去, 出租车上,和树冷汗直冒。 夏苗在一旁替她擦了擦额头的汗, 你别太着急了,小姨一定没事的。 和树胡乱点头,但怎么都静不下来。 周震生告诉和树,小姨在抓捕马刀的时候中了枪, 她当时感觉腿都软了。 到了军区总院,和树根本没管夏苗, 下了车就冲了过去, 被拦住后,她摸出证件便被放行了。 夏苗在后面赴了车钱, 搬了行李箱下来, 已经找不到和树的影子了。 而她想进去, 却被告知这里不对外开放, 只服务军人, 需要有证件或者军署证明。 夏苗只能无奈地等在医院外。 和树一路冲进了手术室外, 小姨在里面手术, 周叔跟大舅都在, 还有一个灰头土脸, 脑袋上绑着染了血绷带的年轻男人。 没事和树, 眉伤重要害, 你别怕。 周震生安慰一声, 因为和树看起来, 真的有种马上要被吓死的感觉。 那脸上一丁点血色都没有了, 感觉受伤得像他一样。 大舅冷着脸, 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 谁也没问那个马刀抓没抓住, 都在手术室外静静地等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手术室里终于出来人了, 说是子弹取出来了, 暂时没生命危险。 和树这才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感觉又能呼吸了。 不过医生接下来的话, 又让和树心中一痛。 子弹从右肩胛骨穿透, 造成了部分韧带肌肉断裂, 就算复原了也很难完全恢复功能。 一旁的熊猫抬起头, 猛地站了起来跑过去, 大夫,你什么意思? 我们骑队,以后会残疾吗? 对他的日常生活影响不大, 不过会留下后遗症, 想要跟从前那么灵活, 比如开枪或者提重物之类的, 只怕不行。 这句话让周震生的脸色也不好看了, 骑血以后不能用枪了, 大夫离开后, 骑血也很快就被推出来, 送入了病房。 何树一路跟着, 看到还没醒的小姨躺在那里, 显得特别的瘦小。 那张跟妈妈极为相似的脸, 就像妈妈当初那样, 毫无血色和生气。 这让何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同时他又庆幸, 不能开枪没什么, 只要他还活着就够了。 脱离了生命危险, 齐志军也松了一口气, 要不然,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跟老爷子说。 回过神, 齐志军问何树, 你是刚下飞机? 何树点头, 猛然想起夏苗。 他转头跑到走廊, 没有看到夏苗, 急忙掏出了手机。 夏苗, 你在哪? 我在外面, 医院的守卫不让我进去。 何树挂了电话冲了出去, 看到夏苗拖着箱子站在外面大门口。 对不起, 我刚才太着急了。 夏苗摇摇头, 小姨怎么样了? 脱离危险了。 那就好。 夏苗露出了笑容, 我就叫你别太担心, 你看, 果然没事的。 何树看着夏苗的笑容, 不知触动了他心底什么地方, 感觉眼泪马上就忍不住要掉下来了。 他一把将夏苗搂住, 背着他才敢眨眼, 对不起。 我真的没怪你, 刚才换作谁都会着急, 只要人没事就好了。 夏苗也抱住了何树, 不断地抚摸着他的背, 他觉得何树现在真的很需要他的安慰和陪伴。 走吧, 我带你进去。 何树偷偷抹干眼泪, 然后帮夏苗拿了行李箱, 又牵着夏苗的手进了医院。 其实刚刚何树的小动作夏苗都知道, 他抿着嘴唇, 有点心疼。 何树好不容易有了亲人, 如果出了什么事, 那他该多难受啊。 进了医院, 何树给周震生介绍了夏苗, 跟夏苗说这是周叔叔, 夏苗乖巧地问好。 然后又跟大舅介绍, 夏苗去了两次大院都没有看到过何树的大舅。 这海, 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大舅好。 齐志军打量着夏苗, 表情柔和了些。 嗯, 你好, 刚下飞机累了吧。 不累。 夏苗暗暗想到, 何树这大舅看起来好严厉的样子, 不过说话倒是不凶。 夏苗看向床上何树的小姨, 其实她有远远见过, 不过没这么近看过。 这个小姨, 长得跟何树的妈妈真的好相似啊, 难怪何树刚刚会那么失态。 齐雪一时醒不过来, 周震生先带着熊猫走了, 有夏苗在这里, 她也没有跟何树多说什么。 大舅看了看, 一直站在病床边盯着小姨的何树, 开口道, 何树, 你先跟, 跟夏苗回去吧。 这里有大舅呢, 回头我给你舅妈打电话, 让她过来帮忙照顾。 何树不想走, 但她得把夏苗送回去, 于是点点头, 大舅, 那我们先回去, 回头我再来。 嗯, 大舅再见。 夏苗乖巧说了一声, 跟着何树离开了。 何树把夏苗送回大都学院, 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回医院。 夏苗点点头, 别着急上活, 小姨肯定没事。 嗯, 何树点头, 伸手摸了摸夏苗的头, 让你也跟着担心一场, 还把你扔在医院外面了, 对不起。 别说这种话, 你又不是故意的。 快回去吧, 明天如果你不回学校的话, 告诉我一声, 对了, 记得吃饭啊。 好, 我晚上给你打电话。 看着夏苗进了宿舍楼, 何树 孙原原原叫住了何树, 走到近前笑道, 怎么, 不认识了。 何树微微皱眉, 认出了孙原原, 有事吗? 怎么这么冷淡啊, 孙原原往后面看了一眼, 你送夏苗回来的, 她现在不在, 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晚饭, 我请客。 我跟你吃什么饭, 何树本来就心情不好, 这个孙原原之前, 给她留的印象, 也十分的差。 因此她丝毫没给半点面子, 说完就抬脚往外走。 孙原原咬了咬下嘴唇, 又在身后喊道, 何树, 夏苗也没你想得那么好, 你别被她给骗了, 她私底下还跟不少男生来往呢。 何树闻言停住了脚步, 转过头, 眼里的厌恶藏都藏不住。 你如果不信, 可以去问问, 夏苗参加的那个羽毛球舍, 跟她合作的队友, 都是男的。 孙原原的话没说完, 何树已经走回到她跟前了。 你真让人恶心。 孙原原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我说你真让人恶心。 何树冷冷地又重复了一遍, 警告你最后一次, 让我知道你在欺负夏苗, 败坏她名声, 就别怪我动手打女人了。 孙原原让何树的眼神给吓着了, 她还想狡辩两句, 此时又不敢说话, 怕何树真的会动手打她。 何树狠狠盯了她一眼, 转身就走了。 这世上就是有这么一种小人, 见不得别人好。 不知道自己嘴白一张一盒的造谣, 会给别人带来什么。 离开学校后, 何树直接回了医院, 发现外公跟舅妈都来了。 何树有些担心地看了眼外公, 老爷子还好, 并没有太激动。 跟医生详细沟通后, 知道小姨的身体状况, 老爷子点头说, 这样也好, 以后就掉回大豆。 何树听外公这样说, 竟然也觉得小姨这一次受伤并不是坏事。 她没法再拿枪了, 以后就不用出去做那么危险的工作了。 小姨的年纪也不小了, 常年在外面, 辛苦了那么多年, 也该好好享受一下正常生活了。 只是不知道小姨醒来后, 能不能承受得住。 舅妈眼睛红红的, 在何树回来之前应该是哭过了。 其家里, 舅妈是最心软善良的那个。 她见不得任何人不好, 就算是广行哥出世了她糊涂的那几年, 也是把老爷子照顾得很好, 把齐雪更是当亲妹妹一样。 现在齐雪受了伤, 以后还会有后遗症, 她是打心眼里觉得心疼。 晚上九点, 小姨还没醒来, 老爷子年纪大了, 大就先送她回家去休息, 病房里就剩下核树跟舅妈。 小树儿啊, 要不你也先回学校吧, 你小姨这里有舅妈, 别担心。 何树摇头, 搬了凳子坐在小姨病床边, 我晚上就留在这。 舅妈文言也没有再劝, 坐到了另一边, 两人就这么盯着昏睡中的齐雪。 九点半左右, 周震生又过来了, 见齐雪还没醒, 站了一会儿。 周叔, 您来一下。 何树叫了周震生到病房外, 马刀抓住了吗? 抓住了, 放心吧, 不过他有自杀倾向, 什么也不肯交代。 我小姨是怎么受伤的? 周震生把当时的情形 给何树说了一遍, 何树听完后 也感觉小姨真是福大命大。 我能去见见马刀吗? 你, 周震生摇头, 专专业人员暂时都撬不开马刀的嘴, 何树去了, 能做什么? 周叔, 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工作, 我就想见见这个人。 何树最好奇的就是, 马刀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帮陈和? 周震生思索了一下, 马刀一直在问他们 是怎么找到的线索, 为了保护何树, 陈和在书里留信息的事情 一直都是高度机密。 好吧, 稍后我安排一下, 你等我消息。 何树点头, 周震生见其雪这边一时半会, 可能不会醒, 也就走了。 何树给夏苗发了条信息, 跟他说自己可能要请两天假不去学校。 夏苗很快回复了, 只叮嘱他要好好吃饭休息。 在医院陪着小姨,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何树给辅导员老师打去了电话, 请了两天的假。 这期间, 他想一直守着小姨。 昨晚大就是快半夜回来的, 早上又回家, 去接了老爷子过来。 外公见何树还在这儿, 叫他回去上学, 你小姨这个伤不要紧, 不用都守在这儿。 外公, 我等我小姨醒了再走。 呵呵, 好, 那你就守着吧。 舅妈给小姨的脸和没受伤的那半身子擦得干干净净, 熬了一宿也是很憔悴。 大就让他回去休息休息再来, 轮换着手, 舅妈一想就答应了。 外公也跟舅妈一起回去了, 大就去送他们, 病房里暂时就剩下何树。 何树一直盯着小姨看, 小姨长得很像妈妈, 但性格跟妈妈一点都不一样。 对于小姨, 何树有种特殊的感情, 以前她觉得是因为小姨像妈妈, 所以, 她觉得特别亲, 但现在却感觉, 她喜欢的是小姨爽朗自信的性格。 如果她的妈妈也像小姨一样, 或许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视线落到包扎得严严实实的肩膀和手臂, 以后小姨的右手臂不能用力了, 她还会有那样的自信吗? 嗨, 大外声。 虚弱的声音传来, 何树一抬头, 就看到了小姨苍白的脸上带着笑, 想什么呢? 傻小子。 何树看着小姨的笑容, 就有些绷不住了。 她一下子站了起来, 飞奔到外面去喊医生, 明明病房内就有呼叫铃都忘了。 喊来了医生, 何树就站在一旁 看着他们给小姨检查, 询问她的感觉。 小姨很配合, 等医生走后, 小姨又笑了, 活过来了, 又捡了一条命。 何树坐回床边, 抿着嘴响了半天, 憋出来一句, 疼吗? 废话, 能不疼吗? 小姨还有心思翻白眼, 何树突然心里轻松很多。 是不是被我吓一条, 偷偷哭眉? 没有, 真没有。 何树不说话了, 看起来小姨真的没事, 周叔说马刀抓住了。 齐雪嗡了一声, 我对缘呢? 何树摇头, 随即想起那个脑袋受了伤的人, 都没事, 就你伤得最重。 齐雪往右胳膊看了一眼, 这算什么, 没缺胳膊, 没缺腿的。 何树闻言扯了个笑, 是挺好的。 说了几句话, 齐雪的精神似乎就耗尽了, 他又闭上眼睛休息, 何树便没有再打扰他。 看着挂了几瓶水, 中午舅妈过来了, 带了保温盒。 有给小姨炖得补身体的汤, 也有给何树带的饭。 吃吧, 吃完了回家去好好睡一觉, 这边我守着。 何树跟舅妈说, 小姨刚才醒了, 精神挺不错, 舅妈也高兴了。 饭还没吃完, 齐雪又醒了, 说是闻到了香味。 但现在, 医生不让他吃正常饭菜, 舅妈就把床咬起来一点点, 给他喂了点几乎没什么味道的汤。 等我好了, 我想吃炖肉, 吃烧烤, 吃海鲜, 之前吃了好几天压缩干粮, 现在还不给吃饭, 你们就是这样对伤员的呀。 小姨就像个小孩一样的, 喝一小口汤就抱怨一句。 还说舅妈炖的汤跟白开水一样, 什么味儿都没有一点也不好喝。 舅妈听了也不生气, 反而见她精神头这么足, 彻底放了心。 哄孩子似的哄着她, 好, 等你康复了, 我给你整只烤全羊, 烤乳猪, 想吃什么, 嫂子就给你做什么。 小姨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第二天精神更足了, 躺在那不能动, 但她嘴皮子就没闲过。 外公来看了两次, 笑着说她从小就脾势, 过几天又能下地活蹦乱跳了。 何树两天都在医院, 不过也做不了什么, 伺候小姨还得是舅妈来。 舅妈不在的时候, 有专门的护理阿姨, 她只能陪小姨说说话。 没人的时候, 何树问了小姨马刀是什么样的人。 小姨说那个人其实很聪明, 周旋在各个势力之间。 听说何树想去见见马刀, 小姨没说不行, 只说马刀现在应该是被严密关押。 而且被捕的消息, 在她彻底交代清楚所有事情之前, 不会放出去, 怕有人会像对陈和那样, 把她灭口。 我听周叔说, 马刀有自杀倾向。 她知道自己被抓只有两个后果, 哪个都是死路一条, 或许她以为自杀会更轻松。 小姨的话, 让何树的心情有些沉重。 小姨, 元旦的时候我看到新闻, 南战落马了十几个官员, 这么早爆出来, 不会打草惊蛇吗? 齐雪笑了笑, 你猜猜那些人里, 有多少是被扔出来当替罪羊的, 他们不怕有人被抓, 只要不会牵连到自己身上就行了。 看到何树发愣, 齐雪笑着摇头, 你呀, 以后不适合当官, 像你这样的傻小子, 就专心搞科研吧, 当不了领导。 为什么? 因为你肚子里没那些弯弯绕绕, 太直了不适合。 何树想要反驳, 你的意思是正直的人不能当官吗? 不是正直了不能当官, 而是纯粹的好人大概率当不好官。 齐雪耐心说道, 内在知其黑而守其白, 外在知其白而守其黑。 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就差不多了。 知白守黑, 何树陷入沉思。 齐雪又道, 向往高处定要扎根黑暗, 深入黑暗, 了解黑暗。 这样才能知以知彼。 猎人跟猎物并不是一定的, 谁更狡猾谁, 才会是胜利的那个。 听完小姨的这番话, 何树突然觉得, 他之前想不通的事, 豁然间开朗。 小姨, 那你为什么要跑去玩命? 我感觉, 你也挺适合当领导的。 齐雪看到自己的大外甥 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自己, 顿时大笑起来, 笑了两声震了伤口, 立马老实了。 你也不用崇拜我, 你小姨我只会说嘴, 我更喜欢把敌人按在地上揍, 懒得跟他们动脑子。 齐雪白白没受伤的左手, 你也别在这里陪我了, 该干嘛就干嘛去, 你小姨我命大, 一时半会死不了。 何树有些无奈, 小心地查看了一下小姨的伤, 好在没有崩开。 晚上就妈来的时候, 何树被劝走了。 她也没去外公家, 直接回了学校, 在宿舍里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还赶上了晚自习。 第二天, 夏苗来找她一起吃早餐, 问了小姨的情况, 听完之后也跟着高兴。 之后, 何树就学校跟医院两边跑, 下午没课的时候, 或者晚上去医院待一宿, 跟小姨聊聊天。 看着她一天比一天好, 何树彻底放了心。 这时候, 周震生给何树打来了电话, 让何树去公司。 何树赶过去之后, 周震生带她来到一间房间内, 她见到了被秘密押送过来的马刀。 马刀并没有何树想象的那样凶神恶煞。 她也很年轻, 顶多三十出头, 皮肤很黑, 鼻梁高得像外国人, 头发很有特色, 后面留了个类似狼尾的发型。 马刀被烤在一把椅子上, 跟前的桌上还放着烟跟打火机。 她的额头跟脸上有些擦伤, 已经结了假, 精神看上去还可以。 周震生他们并没有对她用什么手段逼供, 像马刀这样的人, 如果她不想说, 言行也是没用。 你们聊吧。 周震生没进去, 放了何树进去就关上了门。 何树看着马刀, 马刀也在打量着她, 两人都没有说话。 站了一会儿, 何树自己搬了一张椅子, 坐到了马刀的对面。 两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 看了差不多十几分钟, 马刀先动了。 他拿出一根烟, 朝何树比划了一下。 何树摇头, 我不会。 马刀便把烟塞进自己口中, 点燃, 长长地吸了一口, 然后慢慢地往外吐着烟气。 何树看到马刀这一口下去, 一支烟就吸掉了三分之一, 忍不住说了一句, 肺活量真好。 马刀听完, 觉得特别好笑, 手里拿着烟笑得身体, 都在一抖一抖的。 你是谁? 或许是这个笑话, 让马刀不那么防备了, 又或者, 他本来也无所谓。 我是陈和的朋友。 马刀点点头, 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 陈和死得痛苦吗? 何树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形, 缓缓摇头, 应该不痛苦。 那你痛苦吗? 马刀突然前倾着身子, 屁股都抬了起来, 似乎很是感兴趣地盯着何树, 想看看他的表情。 可惜他什么都没有看出来, 何树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连眼神都没闪一下, 但却很认真的回答了他。 谈不上痛苦, 只是觉得很可惜。 这个答案显然并不是马刀想听的, 他有些不满地又坐了回去, 表现出一副吊锒铛的模样。 你想问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反正我犯的罪也够你们枪毙了, 又何必耗费时间呢? 何树想了一下, 你会不会枪毙跟我没有关系, 我也不关心你做过什么, 我只是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马刀挑了挑眉毛, 示意何树说下去。 你为什么会找上陈和, 他跟你不是一路人。 马刀咧开嘴, 露出一个无声的笑, 你是想问有没有人指使我拉陈和下水? 不。 何树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 你不是想拉他下水, 你是真的想帮他。 最开始你借给他钱的时候, 也没想过他后来会跟你合作。 尽管何树没有看到过事情经过, 陈和也没有亲口跟他叙述过, 但何树这句话说得很是肯定。 马刀的笑渐渐淡去, 但他还是扯着嘴角, 看了何树好一会儿。 你还真的是他的朋友啊。 何树点点头, 至少我认为, 我可以算得上是他的朋友。 但他有没有把我当作朋友, 我也没有办法去求证了。 马刀将然着的烟蒂随意一弹, 在雪白的墙面上留下了一丁点黑色的痕迹。 哼哼, 你这小子有点意思。 我是看那个傻子, 也挺有意思的, 反正我钱多到没地方花, 就借给他了, 想看看他能做到什么地步。 马刀又抽出一根烟来, 就当是扶贫了, 也给自己积点得。 听完马刀的回答, 何树觉得再没有什么想问的了。 他站了起来想要走, 马刀却又喊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都要死了, 还问我的名字干什么? 何树的语气算不上好。 马刀冷了冷, 却张开嘴哈哈大笑, 笑得那只没点燃的烟都掉到了地上。 他想捡起来, 但因为被烤在椅子上, 所以够不到。 何树走过去, 帮他捡了起来, 递到他嘴边, 然后拿起打火机点燃。 马刀舒服地吸了一口, 陈和其实利用了你, 我以前老说他是个有文化的老实人, 其实有文化的人最他妈的阴险。 何树静静地站在马刀身前, 没有发表意见。 我就生在那, 那是个什么地方, 我太清楚了, 就算是有再多的钱, 也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 所以陈和去做的时候, 我就想看看这个傻子什么时候能想明白, 反正钱嘛, 我有的是, 但那样的人, 不容易见。 说到这, 马刀抬头看何树, 你看, 我有那么多钱, 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改变什么, 都是蝼蚁, 改变不了世界, 你说对吗? 何树想了想, 回了他一句, 因为你不是陈和。 马刀又开始哈哈大笑, 指了指何树, 你跟陈和都一样, 你们这样的人, 其实谁都看不起, 骨子里就高人一等。 何树微微皱眉, 为什么这么说? 我马刀一辈子, 这双眼睛看过太多的人了, 你以为陈和真的是因为有爱心, 才要去做指教? 马刀摇摇头, 他只不过是站在高处, 觉得自己能拯救底层的可怜人罢了, 他只是享受那种施舍的感觉。 何树并不认同马刀的看法, 如果陈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虚荣, 在他意识到无法改变, 甚至走投无路的时候, 大可以离开。 他一直觉得, 陈和后面突然变了, 是因为他已经失望到绝望。 你这一辈子也不长, 或许看人也不准。 何树说了一句, 马刀乐的直拍桌子, 你可真有意思, 来来来, 多坐一会儿, 陪我说说话, 聊得高兴了, 兴许我就告诉你点有用的。 何树闻言, 又走到椅子旁坐下。 我刚刚说, 陈和利用了你, 你怎么不反驳, 也不问问我怎么知道的。 何树回答道, 如果你觉得你对, 我就算反驳你也不会认同, 只是浪费时间罢了。 马刀拍了拍大腿, 你说得还挺有道理。 不过陈和真的利用了你, 他在报复, 利用你把那些曾经他求不动的人都拖下水。 其中也包括你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愿意被他利用。 哈, 好一个愿意啊。 马刀仰面靠在椅子上, 似乎突然又没有了弹性。 何树坐了二十分钟, 也没有开口催他, 这让马刀又坐直了身体看向他。 那你愿意被我利用一下吗? 不愿意, 不过如果是我能做到的, 或许我愿意帮你一个忙, 作为交换。 马刀笑着指了指何树, 你肯定是个文化人, 我就说文化人都阴险。 说完这句话, 马刀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我死了以后, 如果还能留下点骨灰, 希望你能帮我把骨灰撒到黄河里去。 黄河, 何树有些疑惑, 你不是猛猫人吗? 马刀神经兮兮地笑着, 我听说, 黄河最后会流到最北方的大海。 何树明白了, 他死后也不想回猛猫, 只想离那片土地越远越好。 我答应你, 如果能拿到你的骨灰, 我会帮你这个忙。 马刀还是笑, 却多了一丝真诚, 他对着何树又说了一句 曾经对陈和说的话, 老实人不会赖账, 我信你。 说完, 他挥挥手, 走吧, 让其他人进来吧, 想知道什么我都会说, 不过我不想跟你说。 何树起身, 走到马刀跟前, 拿了一瓶水拧开喂他, 因为他看到马刀的嘴唇都干裂了。 马刀也很面子地, 一口气喝了半瓶, 舒服地叹了口气, 不管有多大本事, 都得靠这一口水来续命啊。 然后, 何树又抽出一只烟蒂过去, 马刀也伸嘴接了, 让何树给他点燃了。 马刀这次一口气吸了半汁, 整个房间都是烟雾。 我也不问你叫什么名字了, 不过从今天开始, 你也是我马刀的朋友。 见何树不说话, 他挑着眉毛说道, 当我的朋友, 是你的荣幸。 何树沉默片刻, 回了一句, 我很荣幸。 从房间走出来, 何树感觉空气清新了不少, 但他的喉咙却开始难受, 仿佛他也吸了几只烟一样, 忍不住咳了几声。 周震生已经带着人等在外面了, 何树刚刚跟马刀的所有谈话, 他们已经通过监控厅的一清二楚。 周震生身边两个何树不认识的人, 直接推门进去了, 因为马刀刚才表达出了 愿意配合的意愿。 何树跟着周震生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自己找了纸杯, 去接了一杯水喝了下去。 你来就是为了问陈何的事。 嗯。 何树点头, 问不问都没什么意义, 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听什么。 如果这次马刀全招了, 给你系一个大功。 周震生很意外, 何树竟然能跟马刀聊这么愉快, 之前不管他们怎么问, 甚至找来了心理师都没有办法撬开马刀的嘴。 刚刚的谈话内容, 周震生一直在看, 似乎马刀对何树放下抗拒心理是因为陈何。 何树笑了笑, 周震生, 周震生, 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现在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回去了。 你不想听听马刀的口供吗? 何树微笑, 我等着看新闻。 周震生无奈地摇头, 你这小子, 回去吧, 最近我不能去看你小姨了。 嗯, 周叔叔, 我走了。 何树离开了公司, 他知道周震生还要去挖马刀的口供, 所以不想耽误他的时间。 至于马刀到底会不会招, 何树觉得应该会, 因为他从马刀身上感觉到了那一种想要解脱的状态。 这种状态, 现在回想起来, 在陈和出事前的那几天, 也在陈和的身上出现过。 其实, 何树一直不明白, 陈和是怎么能预料到自己的死期。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他已经为那一天的到来, 准备了很久。 时间已经不早了, 何树干脆没有回学校, 而是去了医院。 小姨的病床摇起来一半, 她靠在那, 左手拿着遥控器, 正在看电视。 舅妈在一旁打毛衣, 偶尔抬头看看小姨的要还剩多少。 看到何树进来了, 舅妈赶忙放下手里的毛线针, 又跑来了, 怎么也不戴个帽子, 不冷吗? 舅妈伸手摸了摸何树的耳朵, 觉得凉, 就给她捂了一会。 齐雪靠坐在那翻了个白眼, 嫂子啊, 你也太惯孩子了, 她还是不冷, 冷了不知道戴帽子, 那不是傻子吗? 舅妈好笑道, 我给她捂我耳朵, 就灌孩子了, 我还给你端使接尿呢, 你怎么不说我也灌着你? 齐雪也不脸红哈哈地笑着, 你灌着我行啊, 等你以后老了, 我也能端使接尿地伺候你, 这小子行吗? 舅妈走过去做事要打, 结果下不去手, 就在齐雪脸上拧了一把, 越说越不像话了, 有没有个当小姨的样? 何树知道小姨开玩笑, 走过去看了看小姨的肩膀。 小姨, 现在还疼吗? 不疼了, 过几天就能揍你了。 何树看她这精神, 应该是真不疼了。 拉了凳子到床边坐下, 舅妈立马拿了一根香蕉给何树, 你小姨最近嘴叼了, 香蕉还不爱吃了, 何树你吃, 再放就软了。 何树接过香蕉, 把皮扒了, 还没咬, 小姨就朝她伸嘴, 我咬一口。 你想气死我呀, 你咬人家的干嘛, 我刚给你拿你不要, 你别吃小树的, 我再给你拿。 不行, 我就得吃它的。 谁叫我是她小姨? 齐雪马上咬了一大口, 心满意足。 何树觉得, 小姨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 小姨, 什么是这么高兴? 哼哼, 臭小子, 刚刚周局打电话来了, 夸你呢? 原来是这样, 何树笑笑没说话, 又把香蕉递过去, 为小姨吃了大半, 剩下的她自己一口吃掉了。 见何树这样, 齐雪的眼里闪过一丝柔色, 一会儿回学校吧, 我这又没什么事, 过几天能下地了, 我就回家养着。 我晚上也没事, 今晚我在这儿。 何树看向舅妈, 舅妈, 你晚上回家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晚上我陪小姨。 你哪能行啊, 明天还上学呢, 在这儿睡不好。 舅妈心疼何树, 虽然这单间里沙发, 陪床都有, 但看着病号, 哪能睡踏实呢? 没事的舅妈, 你最近都没休息好, 我就看一晚上。 齐雪也开口劝, 嫂子你回去吧, 今晚让我大外甥陪我待着, 明天早上我想喝豆浆, 你帮我榨点新鲜的。 舅妈也会翻白眼了, 撇了眼齐雪, 喝什么豆浆, 伤都没好呢, 那我回去给你炖点汤, 明早拿来。 舅妈收拾收拾东西, 打了电话让小丁来接, 在三丁煮, 齐雪别乱动, 又嘱咐何树外面有护理阿姨, 有事就喊阿姨进来。 何树答应了, 等小丁过来了, 送了舅妈出去。 回来后, 齐雪也不看电视了, 问何树去找马刀说什么了。 何树就简单把跟马刀的对话 说给了小姨听, 你还真打算去帮他养骨灰? 如果可以的话, 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何树只是觉得, 马刀也是个复杂的人, 但他们算是两个世界的人, 也没有必要去深挖过往。 他将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 等到他死了, 变成了灰, 什么罪孽也都消散了。 齐雪也没说不让, 把话题又转到了何树的学习跟恋情上。 小姑娘挺好的, 你外公跟舅妈他们都挺满意。 好好地处着, 仁爱一辈子都只喜欢一个人, 其实挺难的。 咱要记住, 两个人在一起, 不光是只有爱情, 还有责任。 小姨知道你们这个年纪说这些太早了, 但小姨希望你能始终如一。 何树认真的点头, 小姨, 我会的。 齐雪满意地笑了, 让何树帮他把床放平, 躺了下去, 很快就睡着了。 何树帮小姨看着药, 晚上十点多全部打完, 见小姨还睡着, 他也没去陪护床上躺, 就坐着凳子趴在小姨床脚睡了。 另一边, 周震生那里, 几乎彻夜未眠。 他亲自跟马刀聊到了大半夜, 马刀果真没有任何保留, 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 音频, 马刀按了手印的纸质口供, 经再三反复确认后, 被周震生立即密封起来。 到时候你愿意出庭作证吗? 马刀扯着嘴角笑, 我不愿意, 如果你们让我出庭, 我就说这些是你们逼供出来的。 周震生没急,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提? 我一个要死的人了, 还能有什么要求? 马刀摇头。 周震生见状, 没有再询问, 也没有逼他, 让人送来了丰盛的宵夜, 转身带着那些东西出去了。 回到办公室, 周震生一个人坐了许久。 他看向窗外,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 但周震生深知, 只要他熬得过去, 就能取得胜利。 拿起电话, 也不管现在几点, 周震生拨通了一个号码, 下达了秘密调查的任务。 1月18号, 寒假开始。 夏苗回丹河之前, 特意买了果蓝跟礼品, 让和树带他到医院看望小姨。 小姨让夏苗坐到床边, 拉着他的手, 把和树给撵出病房, 跟夏苗说了很多话。 和树在外面走廊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夏苗才叫他进去。 进去后, 两人又神神秘秘的, 好在和树也不是个好奇心中的人。 从医院离开, 送夏苗去机场的路上, 夏苗一直偷苗和树, 你不好奇我跟小姨说什么了呀。 好奇? 好奇你怎么不问我呢? 问你, 你会告诉我吗? 夏苗无嘴偷笑, 当然不告诉了, 这是我跟小姨的秘密。 和树无奈摇头, 觉得夏苗也挺厉害的, 现在他跟自己外公家的人关系都特别的好。 把夏苗送到机场, 登机前还有时间, 两人便寻了个地方坐着, 就那么拉着手, 却没什么话说。 要等开学的时候才能看到了, 和树, 你会想我吗? 嗯。 和树伸出手臂, 把夏苗揽入怀中, 想你了就给你打电话, 也可以视频。 夏苗听完心满意足, 搂着和树的腰趴在他怀里, 怎么办? 还没分开, 我就开始想你了。 分别是最无奈的事情, 尤其是处于热恋中的恋人。 多希望每时每秒都能在一起。 但等到以后, 真的成为了一家人, 每天吃住都在一起, 或许渐渐地, 又会开始渴望一个人的自由。 不过, 此时此刻的这种感觉, 却是让人十分地迷恋。 即将要分别时, 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地快, 当机场广播响起时, 夏苗依依不舍地 在和树的脸颊上印了一个吻。 一直到夏苗的飞机起飞, 和树才离开机场。 周震生给和树打了电话, 让他有时间的话过去一趟, 说是马刀想要见他。 距离上次见马刀,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 和树本以为那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也将是最后一次, 没想到他竟然还点名要见自己。 来到公司, 周震生告诉和树, 马刀已经把他知道的全部都说了。 目前正在查证他说的话的真伪, 然后等待抓捕之后, 马刀还需要出庭执政。 但后面的是他表示抗拒, 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见和树, 还是上次的房间。 马刀比上次要销售许多。 短短几天的功夫, 他好像不再有之前的精气神了。 房间里满是烟味, 让不抽烟的人进入后, 会感觉十分地呛人难闻。 关上门, 和树坐到马刀对面的凳子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对方。 他们还真重视啊, 真的把你找来了, 这样说你不是他们一起的。 马刀的嗓音有些沙哑, 似乎是说了太多的话。 和树站起来, 给他拿了一瓶矿泉水, 马刀竟然笑着, 说了声谢谢。 你找我来, 有什么事? 马刀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 上次请你帮忙, 把我的骨灰撒到黄河里去, 现在我改主意了。 那你想去哪儿? 听到和树这样问, 马刀睁开眼睛, 看着他微笑。 拿纸跟笔过来, 我给你写一个地址, 等我死了以后, 希望你能带我去那里。 和树起身出去, 拿了纸跟笔回来, 递给马刀。 马刀在上面写下一串大写的字母, 和树微微皱眉, 这是什么? 拼音不像拼音, 也不是英文, 上面还有标注的音标。 我死后, 哪怕只剩下一捧灰, 也想要埋在这个地方。 马刀写完后, 将纸递给了和树, 并且极其认真的看着他。 我希望你能一个人去, 放心, 我不会害你, 我马刀从不骗有文化的老实人。 和树看着纸上的混乱排列的大写字母, 看了许久, 也看不出什么来, 我看不懂。 马刀呵呵地笑, 看不懂就对了, 不急, 如果你一辈子都找不到这个地方, 那就算了。 和树有些头疼, 又是类似那种蜜语吗? 你为什么选我帮你? 马刀认真思索了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其他可以相信的人了。 他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 你愿意帮陈和, 应该是个好人。 和树摇头, 我并不是帮陈和, 无所谓。 马刀摆摆手, 你走吧, 我没有其他事了。 和树沉吟片刻, 拿走了那支笔和纸, 转身出了房间。 他静止找到周振生, 把那张纸交给了他。 马刀跟和树的对话, 周振生听得很清楚, 他也仔细地看了一遍纸上的内容, 跟天书一样, 完全看不懂。 这里面或许还有秘密, 但应该跟他查的案子没有关联。 见周振生把纸又递给自己, 和树微微皱眉, 周书, 这里或许有什么线索, 那就辛苦你了。 和树? 哈哈, 你破译这些东西有一套, 我也一事不凡二主, 既然不清楚马刀写了些什么, 还是尽量不让更多人接触得好。 周书, 陈和留下的线索, 至少还是能看得懂的文字, 可这个东西我。 周振生根本不给和树拒绝的机会, 再说, 他能去找谁破译, 万一漏了消息呢? 周书相信你, 你一定行。 周振生重重地拍了拍和树的肩膀, 这个不着急, 你慢慢解。 和树真想吐槽几句, 他不行, 不想解谜语, 好吧, 周叔叔, 我试试, 如果不行, 你还是另找人帮忙吧。 好好好, 如果你破译出来了, 周叔叔给你请个大功。 和树心里的小人无力地翻了个白眼, 面上却是一脸麻木地点头。 带着这张马刀手写的天书去了医院, 和树根本没管马刀说的什么, 希望他一个人去, 直接又拿给小姨看。 小姨见多识广, 而且也是为了抓马刀受伤的, 和树什么事都不会瞒着他。 齐雪看着那些凌乱的大写字母, 寻思了好久才迟疑到, 会不会是利素文? 利素文? 我觉得有些像, 而且马刀本身就是利利族人。 和树收起了纸, 至少, 有个寻找的方向了。 小姨, 你说, 马刀如果真的在这里写下了一个地址, 会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反正不信他只是给自己找了个目的。 齐雪笑道, 到时候去看看就知道了。 就在马刀给和树写下了一串天书鬼画符的第三天, 他就被秘密转移离开了。 周震生并没有告诉和树这件事, 因此, 和树也不清楚他们的行动到了哪一步。 小姨说, 那张纸上的文字像利素文, 和树便专门去了图书馆, 以及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利利文的记载。 他发现, 这种文字的外形类似大写拉丁字母, 并附以标记以示声调, 跟马刀所写的东西倒是有些相似。 老利素文已经收入万国马中, 和树在网上查看之后, 发现这种利素文其实并不难学。 只要学过利素族拼音文字就能互相交流, 就像汉语的普通话一样。 利素族居住分散, 方言很多, 但书面文字确实都可以看得懂。 于是, 和树开始学习利利文, 准备尝试翻译马刀写的东西。 他在医院陪着小姨的时候, 用来学习, 倒是一点也不无聊。 转眼间, 小年前一个星期, 小姨可以回家休养了。 大舅自己开车过来的, 接了小姨跟和树后, 把他们送回家, 就又匆匆地离开了。 小姨在医院里躺怕了, 到了家就吊着右手臂到处晃, 还跟着舅妈去采购了不少过年的年货。 而和树也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 基本掌握了利素文的拼音。 但, 学会之后, 他发现纸上的那些字母, 根本就拼不成一句话, 或者任何一个词语的意思。 难道是猜错了吗? 这不是利素文? 和树本来抱着随便是一事的态度, 但到了这个时候, 他那个不弄清楚就不行地倔尽上来了, 反而更加想要知道这张纸上的秘密了。 这对和树来说是一种挑战, 他感觉马刀特意要见他第二次, 不会随便弄个鬼话符来戏弄他。 于是, 在小姨回家养伤, 时刻有人照顾, 又即将就到春节的的这段日子里。 和树又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走火入魔般地 每天研究着那张纸上的内容, 2月18号, 除夕, 在房间里待了好几天, 除了吃饭几乎不出屋的和树, 被小姨给揪了出来。 她把那张纸揉成了团, 扔进了垃圾桶, 弄不清楚就不要弄了, 你这傻小子, 怎么死心眼? 和树有种想要去捡出来的冲动, 但看到小姨关心的目光, 她又生生止住了。 舅妈见她终于啃出房间, 不再把自己关屋里, 高兴地把新买的衣服都拿出来, 让和树换上。 好好地洗了个澡, 换上了新的衣服。 和树对着镜子照了照, 发现这几天她没怎么休息, 竟然冒出了很长的壶。 滋。 或许是因为以前营养没跟上, 和树各方面一直比同龄人发育要晚一些。 寝宅里冯浩翔他们说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长胡子了, 而和树之前那点顶多算是长了些黑色小汗毛。 和树摸了摸自己的小胡子, 觉得这形象有点滑稽。 从房间里出来, 大舅没在家, 从把他们从医院接回来来, 大舅就没影了。 小姨吊着个胳膊正, 一边吃橘子, 一边在客厅陪老爷子看电视。 而舅妈跟新找来帮忙的保姆阿姨在包饺子。 舅妈, 我想借大舅的剃须刀用用。 来到厨房门口, 和树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 舅妈闻言, 仔细看了眼和树的小胡子, 忍不住地笑, 把手洗了一下就出来。 了, 舅妈给你找个新的, 咱不用你大舅那个舅的, 脏兮兮的。 齐雪坐在沙发上, 仰头看了眼和树, 你这才几根毛, 用不着瓜, 过来让我看看, 我帮你就调得了。 和树 外公看着电视, 眼睛都没转一下, 直接抓起手边的拐杖, 齐雪见状马上臂。 嘴继续单手包橘子。 和树看得心中好笑, 跟着舅妈上了楼。 大舅平时用的是最简洁的那种小刀架, 舅妈给和树拿了个新的刀架, 还换了个新刀片。 你大舅用不惯那种电动的, 家里也没有, 等过完年, 舅妈给你买个电动的。 不用舅妈, 我自己买就行。 舅妈笑着说道, 那也行, 这几天先凑合用这个, 小心点啊, 刀片可锋利了。 说完, 舅妈继续下楼去帮忙包饺子了, 和树拿着剃须刀, 回了自己屋。 想起之前看冯浩翔他们刮胡子的时候, 还弄点肥皂水湿润一下。 他也给自己下巴上弄了一些, 然后对着镜子慢慢地挂, 突然有种他真的是个大人了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和树有点愣神, 怎么自己看自己, 也会觉得时光匆匆, 一不留神, 自己就长大了吗? 刀片确实很锋利, 切断那几根胡子的时候咯吱咯吱的像是在割麦子。 刮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刮完了用水一洗, 感觉下巴跟嘴唇上都火辣辣的疼。 他对着镜子一照, 两三条细细小小的口子渗出了点血迹。 第一次刮胡子技术不熟练, 和树也不太在意, 找了纸按压了一会儿。 这时, 他电脑上挂着的QQ响了, 进到卧室看了眼, 是夏苗发了个视频通话过来。 和树点了连接, 他跟夏苗的脸几乎同时出现在对话框旁边。 在干嘛? 夏苗笑咪咪地朝和树摆摆手。 刚换了新衣服, 一会儿准备吃晚饭了。 我也是爱, 你看我新衣服好看吗? 夏苗站起来退后几步, 对着摄像头转了两圈。 和树凑到跟前, 放大了夏苗的视频, 他穿得红彤彤的, 像个年华娃娃。 好看! 夏苗满意了, 做回电脑前, 我妈妈每年过年都给我买红色衣服, 小时候还很喜欢啊, 现在这么大了, 还这么红就有点。 哎, 和树你嘴怎么了? 夏苗突然也凑到了屏幕前。 嗯, 和树看了眼自己的影像, 原来是那小口子又出血了。 他笑着扯了张纸按上去, 刚刚刮胡子, 不小心割破了。 没。 正说着话, 和树就定在那了, 夏苗还以为网络卡顿, 等了一小会儿, 和树还是不动。 和树, 卡了吗? 怎么了? 和树盯着自己的视频影像, 他的手还按在靠嘴唇左边的小口子上, 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灵光。 回过神, 和树急忙说了一句, 夏苗, 我突然想起一点重要的事, 晚些我给你发信息。 说完和树就关了视频, 急急忙忙地去垃圾桶里翻那张纸。 翻出来之后, 和树仔细地把纸给吕平, 然后拿着冲进了洗手间, 正面对着镜子展开。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和树忍不住扯开嘴角, 他终于看懂了纸上的意思。 之前几天就像是进了迷魂巷, 只觉得自己没有学好历历文, 又或者这根本不是历宿文。 满世界地去找类似的文字, 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既然这么简单, 反过来看就是了。 和树觉得自己有时候真的是蠢上天了。 这纸上的话很简单, 只写了一个地址, 南占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的隶宿族村寨, 叫做牧城村。 马刀让和树去那里, 把他的骨灰带回那里, 难道因为他是牧城村人吗? 他想落叶归根? 带着这个疑问, 和树准备给周震生打个电话, 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 但周震生的手机却打不通, 是关机状态。 周震生并不是因为, 今天是大年三十要回家团圆, 才关了手机。 跟以往一样, 他只能给妻子跟儿子, 发去歉意的信息。 今年, 他又不能回家了。 此时的周震生, 正坐在飞机上, 他的身边竟然还有齐志军。 大过年的把你拉出来, 你可别有怨气啊。 周震生小声笑道。 齐志军还是很严肃, 小雪这回差点丢了命, 我就当是给我妹子报仇了。 哼哼, 这话你在我这里说说就行了, 晚点见了调查组的人, 你可别乱说话啊。 齐志军冷哼一声, 倒也没有跟周震生唱反调。 这是一架小型军用客机, 能一次运送三十人。 除了周震生跟齐志军, 还有二十五名全副武装的特种士兵, 都是齐志军带来的精锐。 周震生身边没有跟着任何人, 因为他所有的力量, 几乎全部调到了南战。 过去十多年, 掌握的所有的线索, 终于全部捋出了一个头。 这一次的行动, 之所以要选在大年三十, 是因为周震生知道, 不能再等下去了。 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 他们两个年过五十的老伙计, 要联手去捕获一头大老虎。 不但要抓, 还要快, 准, 狠, 还要保密。 因为这头老虎, 就像是西游记里的那只金翅大鹏鸟一样, 背景深得吓人。 周震生怕自己一旦伸手慢了, 对方就死不了了。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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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